我們做這個壽司蛋糕必須要用珍珠米 因為一般泰國的米不夠黏力 是不會令蛋糕成形的 其實珍珠米我們不需要 一定是用到日本出產的珍珠米 一般超市場比較便宜的珍珠米 其實都可以做到的 但有一點要留意 就是因為超市場買的米 本身也會比較硬 跟日本出產的有少許分別 所以我們在煲飯的時候 譬如如果平時煲飯是用1比1的水份的話 我們做壽司蛋糕的時候 這個珍珠米的水份就會去到1比1.2 本身是買的 積楠米的水份 更高的湯 我們做的火髮